结束俄罗斯和非洲坦尚尼亚的访问 习近平的出访行程现在已经到达南非 在俄罗斯习近平提出了邪子论评论政治体制 而在坦尚尼亚习近平表示 非洲人正在走向非洲梦 将继续对非洲提供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的帮助 这些说法引起国际社会关注 一般评论认为 中共现行的外交政策 正透过新殖民主义带给非洲腐败和独裁 习近平在对俄罗斯的访问中 发表了鞋子与脚的言论 鞋子合不合脚 自己穿着才知道 两天前美国总统欧巴马访问以色列 也拿鞋子和脚做比喻 呼吁以色列年轻人换位思考 从巴勒斯坦孩子的眼睛看世界 中美两国领导人不约而同 用鞋子论阐述外交政策和理念引发关注 习近平访问非洲 在第一站坦尚尼亚留下了200亿美元贷款的大礼 不过中共究竟要给非洲穿什么鞋呢 奈吉利亚央行行长萨努西3月12号对英国金融时报表示 非洲正打开大门 使自己暴露一种新形式的帝国主义之下 中国从非洲进口原材料 再转而向非洲出口加工过的成品 使得非洲本土的制造业不断萎缩 评论指出 西方国家和越来越多的非洲国家发掘 中国正在非洲实行一种新的殖民主义 波效非洲 同时中共在非洲输出极权体系的弊端 也加重了非洲政府的腐败 美国也在非洲占有巨大市场 但中美对非洲外交存在的最大差异之一 就是对非洲经贸往来中是否附加政治条件 中共在非洲的这个活动 它声称说不附加政治条件 它实际做的事情 主要是通过一些经济活动输送利益 来维持非洲现在很多臭名昭著的独裁政府 它本身不希望看到非洲的民主化 比较有代表性的就是这个中共在苏丹 投资进行石油开采 从而支持苏丹的巴西尔政权 以及在政治上支持利比亚 前卡扎非政权 这是比较代表性的 就在中共以新殖民主义 为非洲带来腐败独裁 与人权迫害的同时 美国等西方国家 则是为非洲修建医院 学校等基础设施 并带来民主和人权观念 和非洲近来的人权意识觉醒 呼唤民主的梦想相合 中美两国基点不同的鞋子论 在外交政策中的体现也大不相同 哪一双鞋才真正能让非洲走向非洲梦呢 新唐亚太电视综合报导